字幕提供 這麼巧嗎 對,這麼巧 做甚麼 等人吧 剛好嗎 對,剛好 又等人嗎 沒錯 也就是 對,我們很快要走 小巴對我來說是綠色和紅色 小巴對我來說 竟然是以前夜店的回憶 小巴對我來說當然是無名飛行 這裡是總站,可以下車 明明是這條旺角的 是旺角,我這裡是左敦 為何這裡下車 你們的九十歲就不知道了 紅色是終點站,藍色是途經的地方 你又知道 這條牌是我寫的 我是麥錦生 我在1982年開始做小巴用品的行業 同年開始寫小巴牌 直到現在也有35年 麥錦生,你做小巴水牌 已經做了三、四十年 究竟有甚麼 令你跟小巴水牌結下不解緣 其實小巴在人生上很重要 一個人生沒多過四十年 小巴亦給了我所有的東西 給我養大幾個子女、我的事業 現在還做了我的興趣 麥錦生,你寫了牌這麼多年 有哪些地方令你特別感觸 如果說地方 一定是坐在這裡的炮台街 因為我在1975年在這裡補師 做到現在,差不多有42年了 這個地方絕對有感情 大家看到小巴在我們做的事 你們最注目的是膠牌 其實膠牌只是我們其中一部分 由14轉16座時 我們改座位 還有所有的配件 例如裝潛的前兜、架 以及第一批出的車時 沒有那麼漂亮 工具沒有地方放置 沒有地方放置 我們將它製造一個鐵箱 放在司機位的左邊 讓它放一些工具過來 當時我們一輛車 如果放在地上 裝好所有東西 真的要幾千元 1980年代那幾千元也挺好用的 即是如果我現在看到一輛小巴 前面的位置有鐵箱 其實已經很久歷史了 那些車已經消失了 是嗎 最後一輛在前年已經消失了 我真的以為每一輛小巴司機 負責自己的小巴司機 寫自己 因為自己的車是適合的,自己寫 其實跟有些伯伯 還在幫人手寫輝春的 珍貴程度是一樣的 其實供求量越來越少 我怕如果有一天 社會的科技再發達一點 可能更多類似地鐵類 在地面行走 然後慢慢淘汰小巴 我怕這個銷牌的文化就會失傳 變成他們的價值 好像被人遺忘了 他獨有的文化 而且你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你不會找到同樣的東西 我覺得是富有香港特色 與時並進,因為我想保育這個行業 現在亦開始想做一些 有關歷史保育的東西 自己個人的力量做得多多少 我看見有不同顏色 有甚麼字、格式、顏色嗎 其實這是約定俗成 最初這些牌子的原生是紙皮 就是用蜜汁寫上來 因為紙皮容易破壞 他們會用最便宜的膠件 最便宜的是白色 白色就寫上一些字 紅、白、藍是最搶眼的 所以要約定俗成 到現在可以用這幾個字 就是這個原因 我看見有些字是紅色 有些是藍色,有甚麼意思 對,你看見紅色的字 是比較大的 是 其實那是終點站 藍色是途徑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不同顏色 這是綠色膠片 聞得好… 有甚麼意思 其實這是紅瓶的磚線 他們是點到點服務的 他們管理那間公司定甚麼顏色 不是白色,一定不是白色 如果是白色,是浮動的 對,我們行內叫公海 公海 這些是專線的 白色 它車的數量有限制 譬如它做30個,它是30個車 你多一輛車,它要做多個牌子 我看這牌子上的官和地鐵站 看到的那個官字是不同的 對,因為小華司機覺得 那個官字有太多筆劃 他想清楚,人們一看 離遠看就看到這個字 所以他用了這個官 其實有個故事 這個官其實是正宗的官 和是這個官 因為當時用那些官去看著鹽 那些鹽很矜貴 怕別人搶 那裡叫官庫堂 阿Sir,我想問你第一次 為何會寫這些牌子 以及甚麼時候 是1983年 我搬來這個位置 我們門口有很多小巴 司機不夠牌子就叫我們寫 因為我就是在他旁邊 因為我看見這些紅領牌的人 我沒聽過 所以會否這行業 會否只有你一位老行專門 現在只剩下我 以前我在這行業是年輕人 幾十年,年紀大了就退休了 不做了,就剩下我了 現在我又年紀大了 如果我不做,就沒人做了 其實現在只剩下我做 因為紅領牌的數量 因為一直減少 基本上路面走的紅領牌 不夠一千架 我們做的最高峰是四千多架 因為… 小心這麼多 為何去了哪裡 其實只剩下綠色 其實數量都是四千多架 不過… 為何綠色和紅色的分別 專線小巴 因為那些不用用那麼多牌子 主要是看號碼… 只要走一條線 對,看號碼 因為六個月多的總是有號碼 它是一個女外的外字的邊 中間有一個洞 四或九的中間也有一個洞 然後這個有八字或五字 但沒理由每個位置這麼貴 然後懷疑這個凸出來的東西 就是小數點,懷疑一下 我現在在做排狗技工 就是穿了那些牌子 穿了九個就完成了 這個夾梳是否太困難了 這個夾梳是否太困難了 這位是否太困難了 看不到 這裡 先收起來 這裡嗎?認真一點 這裡嗎?認真一點 這裡… 這裡嗎?認真一點 他現在兌驗了我,然後離開了 Happy,我給你介紹甚麼是花馬字 好 你先猜猜這個吧 這個是多少錢 88元 是錯的,不過應該錯的 55元? 也錯,因為如果是55元 元字的左邊有10元 所以是55元 好 現在這個一定是5.5元 好,差很遠 即是5元5元 幸好而已,否則我虧了錢 對…別給別人這麼多 這個你可以猜猜這個 這個是5元 對,這個5就一定知道 25元,2.5元 又不是,這個就是6.5元 好的? 6.5元 其實你現在在市面上 不可能看到這些價值牌 自從1987年香港有飛融之後 所有小巴都轉了八字 因為飛融要坐小巴 外籍人士不懂看 對,8多年價錢牌的潮流 可以到達100元 不過100元太受歡迎了 給你收藏家買光 現在只剩下90元 90元,你沒見過 還沒?有車要90元嗎 100元也有 為甚麼100元有 當時8多年的時候 因為屯門公路還未通車 那些人回元朗 例如年三十萬,打風 趕著回家 那些小巴司機就認識了 這些不是價錢 而是刀 就是用來刺人 我沒經歷過這些事 當然沒有 我想收了100元 再多10年,你還未出生 這個工序就是把膠牌 拆出來後有些坑 然後填油水 我試一下給大家看 我可以試一個給大家看 其實很容易 我剛才說很容易 那裡就全部倒進去 做另一個靶 別再搞這個了 算了,我還是做… 已經有報費了 做低一點,做10元吧 你不要做靶子吧 它爆… 你浪費多一點也可以 現在加了車價,沒甚麼10元吧 10元,因為還有很多一口 對 還有很多一口 不,10元 打下去吧 Helen,你也… 其實不用用足簽了 有 Helen,你… 你不如… 你不如先休息一下吧 不要抹了,明白嗎… 你這樣放在你的手上 你很累… 剛才說完 你很累 你衝到下面的字上 外面是否有 你能夠省上我的牌子嗎 鑽著… 原來塗的顏色也很難 比寫字還要困難 我還以為… 你不是用棉花瓣去塗 你抹嗎 不要抹了,不要抹了 浪費氣了 你塗我過去吧 你拿著看,把手倒進去 再來嗎 你最好擺盤是否做 不要了 看不清 破了我這行的傳統 拿著來塗也有 不行嗎 不是不行 是新派,阿墨師傅你也弄鑰匙 我也要退休 不是 我要進來這裡退休 所以要全部都要小心 到未完成的一刻都不能鬆口氣 阿墨先生,不如這樣 這裡可以直接交給他做 你慢慢做 交給你破壞了,你不是做的 我會幫他看 暫時沒有一個可以 這個也有甚麼成績 你真的沒什麼意思 秘訣 財政府、商量、商量、商量 沒錯,以用心做好這份工作 剛才麥先生說我是老人家 因為我香港很賣 即是這麼賣 為甚麼?因為我怕是出界 其實… 即是賣味,那倒不可能最後 那倒不可能 很容易專注 數千 完成了 Happy,可否介紹你桌子的… 這是甚麼 有血有淚,你知道嗎 尊重每一個行業 看到嗎?有血有淚 我現在的工作是要將這些數字 整齊地貼在膠牌上 究竟我貼甚麼號碼 稍後就會揭曉 工作人員妹妹說很漂亮 很厲害,很有意思 其實頸部很累 因為想著要定住 不行,我的頸部開始疼痛 定力超厲害 因為我專注力有點失調 整齊嗎?我覺得也… 有點黑痴 我知道,碎事務完美 5201314 大家知道甚麼嗎 中學時期很流行說的 就是我愛你,一生一世 之前沒怎麼想過 膠牌字是怎樣寫的 我一直以為是遠古流傳下來 老前輩寫下來的 但我沒想過原來還有一位老師傅 還在做這件事 習以為常見得太多 你就不會特意去想 究竟是怎樣做出來的 或是誰去寫 寫這些膠牌 需要懂得中文字和英文字 你只能寫中文 為甚麼 因為英文很難掌握 手那麼穩定 最多樣子比較壞 你可以試試,你當然可以試 你找柚子,不如試試,寫英文吧 好,請問甚麼 你喜歡甚麼柚子就行了 你喜歡紅色的柚子 點水柚子… 藍色,通常英文都是藍色的 為甚麼 因為英文是不重要的 其實應該沒人看的 有些看的,只不過他們覺得 我還沒付錢來寫英文的原因 其實你們一開始 立即寫柚字,很難寫 應該先寫了蜜汁 因為柚子會絕著筆 所以很難控制 這位寫得很好,他應該不用了 是英文的 請問F,似乎是不說我 F… 不是說你,是稱讚你 好 我超級手震,怎麼辦 對,為甚麼你的手不震 很奇怪,好像放在箱上 放在箱上 好像你發金信 本身已經是… 不是這樣吧 你寫完之後,筆字會否這樣 其實我握甚麼也會手震 因為HAPPY寫了她的字 也有F,因為我抹了很多次 因為她在想要不下筆寫 我寫Yoshi,寫優勢 好一點 對,一個F,寫三個字 不要震 因為我跟你拿著筆 我震過牌,你手也震過就對了 對,要同一頻率 同好震 不過你震一下…吃得多漂亮 對 我以前… 可能你不震,寫不到 無筆和硬筆書法 我也是拿著第一的 是嗎 明白 懂得… 看不出來,三個沒學過 但三個都寫得到 真的沒辦法 說這些,師傅 對,你們三個都寫得到 不是寫不到 我當作是公仔而已 我看見你,我以為你們三個 沒有寫得到 真的會贊人 你看看我們一日陽高 究竟甚麼解構 請看看 我們這行業其實很少女生做 因為我們這行業 你說它是私民工 有時就很私民 有時也很粗重 因為大約五年前 都要我們自己下手下腳 去裝招牌 即使政府推行小型工程牌後 我們才不會裝 現在全部判被人裝 以前是自己去裝 要搬招牌出街 是一個女生根本做不到的 我真的不知道… 收拾字怎麼寫 甚麼字?壞嗎 不是 專心的,專字不寫 接近一點 你想寫Rain嗎 專 完全猜不到原來是專字 是出界的 你懶得了,你經常不點甚麼 你點一次寫完整個字 就顯色了 麥先生,你覺得優勢的字 是 最初就可以了 你再寫得久就不可以這樣 如果越甜,那些油就越不平滑 會一塊塊 這位像… 我懷疑你家裡有人做我們這行業 真的有甚麼都認識 有甚麼都認識 真的有甚麼都認識 臥底… 你可以在這裡臥底偷師 麥先生…對不起 你看,他有很多家人 不要緊,我想他會優勢 還給你這種 提醒自己的,我的人不夠專注 我有點集中力不足的東西 知道嗎 真的,我學習也是的 對,專注力不足 現在很多小孩也有這個問題 是嗎 對 對,我是其中一個 可能一撇橫,拿位置不準 會影響整個字形 我可能要擦掉那一環 但可能擦的時候 又可能會遇到之前漂亮的那一撇 但就算不遇到 擦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整塊板 都是那種顏色 所以要儘量確保自己要快、狠準 其實我自小學之後 都沒有寫過毛筆 但我沒想過… 原來又寫到一些 稍為像樣的毛筆字 還是醜樣 最難是甚麼 會高低 寫完後要平衡 小時候會偏側,看起來很容易 但小時候你會發覺 每個字體的尺寸都一樣大 均勻,我覺得很難 對我來說 他跟Pappy記在這個孝順的時刻 現在是我們的等待時間 Pappy立刻很孝順 要寫一塊牌給爸爸 真的好感動 看到我的手,我們弄成這樣 Pappy 你寫完你爸爸之後 還想看你的男朋友的東西嗎 我看到你隔壁的同事 寫完男朋友 一旦外出時 你的男朋友會問你 為何不寫他 寫你爸爸的東西 我猜52013一輩子… 13一輩子 13一輩子就給他 大哥寫了甚麼 如有阻塞 你男朋友經常阻塞 你男朋友阻塞你,是嗎 不是 我寫你了 頭也含了 看見大家還沒完成 又可以做到一個膠牌 然後不用煩飯了 玩完了,放生了 你們三人繼續在這裡做吧 我們先去吃飯了 好 好,再見 再見… 為甚麼不用簡體字呢 因為簡體字本身的結構 跟繁體字有很大差別 舉例說的原因是工廠的廠字 其實只有兩畫 如果兩畫一個字,根本不存在 繁體字很少出現這種情況 我喜歡繁體字 我現在會拿著這個牌子 做一個打磨的工序 為甚麼要打磨 因為其實它的膠料 本身打磨完之後 其實也挺鋒利的 打磨的時候 每次都不要超過一半 因為會比較帥 而且沒有那麼危險 這些是一塊塊膠片黏出來的 但因為它安裝了錢,實在很重 我想它估計超過五磅 如果它安裝了 司機有時真的鬆手掉落地 就散掉了,因為它會黏 後來我就要自己做一個工帽 現在看起來好像黏 其實不是黏的,是原級出來的 拿回去試試吧 好 其實這個安裝滿至少500元 不要小看 你拿一個安裝滿,你真的很開心 安裝滿 安裝滿,對 安裝滿 其實警車和救護車身貼 是最高標準的 因為他們的反光程度 是要經過機電處反覆檢測 他們指定的物料都是香港沒有的 要從外國入口回來的 在車廠出來的時候 其實第一批車是有貼的 但因為這些字是中文字 在外國做 做外國人經常貼錯字 因為他不知道那個字是甚麼意思 來到後又要重新再做 後來機電處就說 不如就在香港做 其實整架車最難做的部分 不是字,是鑽石紋的條 因為它拼得剛剛好 你看到它一張過 其實是1、2、3、4、5、6、7 這裡有幾張 裡面也有 打開門裡面也有這些 這些是安全的作用 想不到原來… 我以為貼貼紙是很簡單 一扇門一塊 原來要寫稿 真的有掌知識 做到寫不到字 因為我最大的興趣是寫字 最大的好處是興趣於工作 寫不到就不做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